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多伦多地产经纪Ronda 今天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是2022年的2月23号 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的呢 首先是几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最近开盘的 最近刚刚开盘的和马上这两天就要开盘的一些新项目 第二部分呢 介绍一下就是在北约克的这个 Bayview跟Shepard这一块我们有一个新盘 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新盘项目 我们是独家代理的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盘 第三部分呢 是介绍一下在GTA周边地区 Kitchener Waterloo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可以给大家带来挣现金流这样的一个投资项目 也是一个西房的项目 第四部分呢 就是介绍一个在这个蓝山 Blue Mountain 大家如果喜欢滑雪的朋友呢 在那里可以考虑投资和度假 这样有一个项目 在那里马上也要开 在节目最后呢 我还会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 Oakville有一个学区的学区房 它这里呢是一个公寓的一个项目 周边呢 学校都是名列前茅的中小学 所以考虑在Oakville买购置房产的朋友呢 可以也关注一下这个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点击关注 也可以把它给 就是转发给需要的朋友 第一部分呢 首先介绍一下现在刚刚开盘的一些新项目 首先Guardian Series 2呢 这个呢 是22号昨天开盘的 我们已经拿到了不少单位 这次第一次开发商 第一波分的呢 基本上都是大户型 两房的 非常适合这个 持价是1200非常适合于这个 自住或者是新移民 这个房子是 之前我也介绍过在Shepard跟Warden 是未来的这个地铁 Scarborough的地铁的沿线 所以呢 长期来说它还是很有投资价值的 短期来说呢 它靠这个Fairway Mall也比较近 而且这个房子 关键是它持价很便宜 第一波分的盘的两房 一家带70万左右 70到80万这样子 所以呢 非常适合于这种大家刚到加拿大 或者可以考虑一下 买一个这个作为自住房 如果作为投资呢 如果预算可以到七八十万的话 也可以考虑这个项目 这个我们是手上现在就有单位 可以立刻跟我联系 锁定户型和单位 第二个呢 就是Voyal Condor 我们中午马上要跟开发商开会 开完会之后呢 我们今天下午点的时候呢 可能会就有第一波的资料 这个资料呢 开发商呢 会给到我们一些 Example的户型图 就是样板的这样的一个 户型图和价格的一个区间 因为这是第一波的开盘 Voyal Condor 2 这个是在Missisoga Square One附近的 所以呢 最后的Finalized的 这个VIP的Price list呢 可能今天不一定会公布 但是今天肯定会有些消息 如果大家关心这个Voyal 2 Condor 在Missisoga Square One附近的呢 也可以去跟我联系哈 这个房子呢 它是靠近Missisoga Square One 而且周边呢 有两个Go Station的 可以就是非常近的距离的 可以到两个Go Station 所以这个是Missisoga的近期的一个大盘 马上就要开 还有呢就是我们回到Duntown 这个Alias Condor Alias Condor 24号开盘明天 这个Alias Condor呢 这次呢开发商第一波呢 可能各种户型都会有 所以大家从年初到现在 可以感觉到很多开发商 分盘的时候 第一波呢 它都基本上是分一些 适合自助的房屋类型 也就是说大户型 它会放在前面分盘 不像之前 去年和之前 很多开发商分盘第一波 都是小户型 大户型都有 但是呢 现在我们从趋势可以看到 从年初的这个Pazang样 我们就可以看到 很多开发商就先把两房的 和三房的拿出来卖 也就在VIP开盘期间 G它就没有小户型 Studio一房一家 但它就不卖 当然原因有很多 就是开发商也想把它捂到最后 就可以拿出来 会贵一点再卖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可能想把这个 自助客人的这个房子先解决 先开 先卖一些适合自助的大户型 好 我们回过来说 这个Alice Condos 这个是明天开盘的 这次呢 这个Medicine呢 它是各种户型都会分 并不是说像其他 有些开发商一样呢 只分配大单位 如果大家错过了252撤持年初 252撤持的这个朋友呢 可以一定要密切关注 这个Alice Condos 因为最近 DongTown也没有别的新盘 DongTown一旦出来盘 基本上都是卖完 现在有一些尾盘 但是价钱都是 基本上是接近一个 一个米领或一个米领以上 如果比较好一点的户型 都是大户型了 不是特别的适合投资 好了 这个就是第一部分 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最近 现在新开的盘 还有哪些盘 我们手上有单位 可以立刻购买 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想介绍的 就是重点 最近今天介绍的一个项目 叫699 Condos 这个是在Bayville Village旁边 这个盘呢 是在Bayville跟Shepard 这个地段呢 是北约克的Prime Location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地段 这个地段的房子呢 开出来的时候 拿出来就不便宜 因为它这里的租售比 非常的高 应该是接近于 甚至有的房型呢 会高过这个DongTown的租售比 所以的话 在这里如果投资一套 这个出租物业的话呢 或者是自住也好 物业也好 自住也好 投资也好 都是非常合适的 这个房子呢 它总共只有12层 174个单位 持价是1400到1500 两分钟就可以走到 这个Bizzerian Subway 两分钟呢 就可以走到 这个Community Center 它有个Bizzerian Community Center 就会在旁边 还有呢 走到这个Bayville Village 这个Shopping Center呢 也就只有6分钟的时间 旁边呢 关键是还有一个 8个acre的这样的 一个大的 这个Community Park 会在这栋边上盖起来 就是坐起来 所以的话 周围的环境也是非常好 30分钟就可以到DongTown 就是从Shepard的这个Subway 然后再转到地铁一号线 30分钟从这里 就可以到DongTown 这个Union Station DongTown的多人多 所以这个盘呢 699 Condos呢 目前为止还没有更多的资料 我们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资料 但是使价呢 也是开发商跟我们口头这样说的 现在还没有Finalize 我个人初步估计呢 差不多也就是这个价位 如果开盘晚一些的话呢 价位可能会略有一些提高 但是总体来讲 在这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Location 而且初次开盘的话呢 会有小单位分出来 但是大家就是要提前预定 这个是699 Condos 它的地理位置就在 699 Shepard Avenue East 就在North York Bayville跟Shepard 这个大家要敬请关注一下 这是第一个盘 下面一部分呢 我就介绍这个 在GTA周边的这个 Kitchener Waterloo 因为现在GTA地区的房子 楼花涨得都非常的快 如果大家手上呢 资金有限 但是也想投资一个 最好是有正现金流的 这样的一个楼花项目呢 可以建议在Kitchener这里考虑 因为这里我们有一个盘 叫T1K Condos 这个马上就要开盘3月份 绝对的是正的现金流 只有40万起 大家如果熟悉Kitchener Waterloo 这一代知道 是高新技术的这个 一个寄居地 很多高新 high tech的公司 比如说Google 它在这里都有很大的一个实验室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高新 就是high tech的 这个professional在这里工作 所以这个房子买了以后 出租给这些professional呢 是非常的 非常的就是容易的 周边呢 也有很多学校 比如说最大的就是滑铁卢大学 开这个10分钟坐车就可以到 开车10分钟就可以到滑铁卢大学 所以这个房子呢 它的租客对象呢 以后就基本上就是当地的 这个professional high tech的professional的这个 这个工作的人员 和这个附近的这个滑铁卢大学的学生 还周边一些高校 和一些培训机构的一些学生 所以这个房子呢 叫TEK condo 是在Kitchener和Waterloo 它实际上就在Kitchener 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盘 这是3月份要开盘的 现在还有一些基本的资料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跟我联系 这是Kitchener 还有呢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冬天滑雪啊 也考虑在这个周边买一个兼具度假和投资 都一体的这么样一个condo呢 可以考虑这个Brix condo Brix condo呢 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项目 总共只有两栋楼 四层 一共就是只有72户 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蓝山 Blue Mountain附近开车 大概半小时呢就可以到附近的 三个很大的这个滑雪场 如果大家喜欢滑雪的朋友呢 不能错过这个楼盘 因为它价钱也是很便宜的 2024年交接 关键是它的首付只有10% 只要拿10%的首付 就可以拥有这样一套度假 兼这个滑雪 兼这个投资 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物业 这个房子呢是在Blue Mountain附近 最后呢就是说 大家如果考虑还是在Oakville买房 Oakville有这个学区房 现在有一个新房项目 叫这个The Salt Wheat Condos 即将来到这个Oakville 它呢这个房子的周围呢 有16所 学府中学高中小学 大半以上呢都是非常好的 顶尖的这个学校 所以呢在这里买房呢 就标标准准的是一个 学区房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名字叫做 Saw Wheat Condos在Oakville 因为今天呢 节目时间有限 我也不会把每一个项目 都介绍得非常仔细 如果大家对我介绍的 这些项目感兴趣呢 请大家跟我联系 好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本次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